被指控基建房租的增性房仲 强调都是误会 但很快的就打电梯上楼 他是西门町知名房仲 从卖住宅变成卖店面 却向房东推脱 因为疫情原因 没办法开课 缺少收入 不顾出钱 当时中的大楼是以22亿元的价格 全交也因此打响了他的名声 另外在汉口街的这个店面 也曾被他po在脸书上 也是他成交过的案子 一张又一张脸书照片内容 都是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 将过去辛苦努力的过程 电梯都写在网路上激励人心 其中还靠着西宁南路这栋大楼 排除22亿元高价 当年创下30.8亿元的业绩 全价粗估上亿元 后来转型开班授课 每堂课要价不便宜 演讲门票约6000元 开课一堂也要5000块 一起三个月就6万元 就样堂堂爆满 又房仲都是他的学生 收入相当客观 虽然靠着努力打下个人民生 却也在卖出西宁大楼之后 卷入内线交易纷争 当时被预令30万元交保 后来全案贞结获得不起诉处分 只平常教人如何卖房凭业绩 还帮五主卧学拿下好价格 这回确实自己被指控 足下的办公室欠下租金 一欠还好几个月 恐怕不是单纯一句都是误会 就说得过去 TVB新闻新闻想叶军成我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